全球正面临一场关乎未来存亡的危机 气候变化所引发的海平面上升 科学家们预测到本世纪末 海平面可能上升约一米甚至更高 这对全球的沿海城市来说 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警告 面对这一考验 新加坡决定转危危机 用科技与智慧奏响了一曲自救的交响乐 今天的主角德光岛维田工程 便是这首交响乐中的重要乐章 这项看似低调但意义重大的工程 不仅是一场意志的较量 更是一场科技的革新 它的背后隐藏着新加坡未来30年 乃至50年的战略雄心 它如何改变新加坡的土地 国防甚至气候适应能力 我们接下来看 德光岛位于新加坡西北部 最早主要作为国家的工业仓储中心 甚至在很多地图上都难以找到它的具体地理标识 可就在短短几年间 德光岛的命运却被完全改写了 新加坡的工程师在这里开展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工程 德光岛维田工程 这项造地工程不依赖传统填海大量青岛沙土的方式 而是通过一种节能环保的技术 维田技术 说到维田技术 大家可能并不陌生 它最初起源于荷兰 简单来说 这种技术使用坚固的堤坝将海水挡在外面 将堤挖湿地抽干 开发成可用土地 然而 这一技术虽然在温带国家应用了几百年 但在湿热的热带地区 还是头一次 这也是新加坡的团队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 如何让这项技术在热带气候下发挥最大功效 在德光岛的工程中 技术团队不仅使用了粘土和生物材料来加强堤坝的抗腐湿能力 还针对新加坡的高湿度和强降雨 特别设计了复杂的排水系统 防止出现内涝 同时 政府还实施了严格的监测机制 确保海水不会侵入堤坝区 您可能会问 这到底有多大的用处 事实上 光是这一工程 就计划新增土地相当于两个大巴摇阵般广阔 而与传统填海动辄千万立方米的沙土需求相比 它减少了超过50%的沙土使用量 节省了数亿星元的施工成本 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 我们接着往下看这项工程背后 涉及的国际合作和技术创新 说到这背后的技术突破 不得不提到新加坡和荷兰之间的跨国合作 众所周知 荷兰是建造堤坝和水利设施的专家 全国将近三分之一的陆地都处于海平面以下 2008年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就派出了工程师团队前往荷兰考察 学习其先进的围田和防洪技术 经过长期论证与事业 2016年 德光岛围田工程正式启动 荷兰专家在项目中为新加坡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指导 从设计堤坝的结构 到模拟海平面上升对地基的影响 都离不开两国工程师的紧密合作 但是新加坡并非完全照搬荷兰的经验 而是在实际操作中做了大量创新 比如团队首次结合热带植物在堤坝上的种植实验 利用植被层吸收水分 从而进一步增强堤坝的稳定性 新加坡领导者也多次强调 这不仅是一项工程 而是为了国家安全和子孙后代的生存 总理黄寻才就曾明确指出 气候变化是短期内看不见 却事关国家命运的危机 我们正在投入数十年的努力 保护我们无法割舍的家园 这样的思路或许能够为全球其他沿海城市提供借鉴 德光岛的成功 仅仅是新加坡气候适应计划的第一步 在未来几十年 新加坡将推进更多令人瞩目的全国性项目 一个典型例子是东海岸的长岛项目 通过修建占地800公顷的人工岛链 新加坡不仅能多开发大片城市用地 还能筑起坚固的防护屏障 抵挡来自南海的风暴潮 同时张一湾也将进行进一步改造 沿海地区规划了堤坝加固和生态保护区的结合方案 新加坡希望 这些计划不仅仅是为了防灾 更能和环境保护 城市发展结合 为居民提供一个更加安全和宜居的生态空间 可以说德光岛是一次成功的试水 而未来 我们将看到更多类似的里程碑工程 为这个小城市保驾护航 回到最初的问题 新加坡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 德光岛围田工程便是它给出的第一个响亮答案 而更重要的是 新加坡用行动告诉世界 哪怕资源有限 只要善用科技 团结创新 就没有迈不过的砍 所以您对新加坡的这些雄心壮志有何看法 这是否让你重新认识了这个岛国的生存智慧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 与我们互动 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 分享 还要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将持续带来更多关于气候与基建的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见